西藏布达拉宫厕所 为何三百年不用清理 布达拉宫厕所自建成以后 到现在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百多年从未对其清理过 很多人就开始有画面了 那岂不是臭气熏天 西藏处于一个高海拔的地区 因此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被称说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圈个有用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西藏自元朝之后就受到拐霞 那里的人们也被组成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其中之一 西藏这个称呼 不是从古至今就存在的 历朝历代对其有不同的叫法 例如在唐朝和宋朝时期 西藏就被人们称作土藩 它真正叫做西藏 其实是在清朝康熙年间 而且在1965年9月 才和我国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它已成为国内人和很多国外人十分向往的地方 西藏为何这么西野人呢 西藏处于我国的清造高原地区 海拔高 空气稀薄是众所周知的 但仍然很多人愿意去 顶着处在当地时感到的身体不适 去看高原雪山 湛蓝的天空 仿佛整个人都融入其中 西藏的活泼也是格外有特色 除此之外 有一个无人区也是受到了众多人的关注 那可就是可可稀里 由于踏入此地的人很少 其神秘的面纱始终无人被揭开 布达拉宫作为西藏的一个特色景点 它被建设在山腰上 一个规模宏大的庙宇 它是怎么被建成了呢 这座宫堡式的建筑群 就要谈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了 唐朝时期的皇帝将文成公主 嫁给了位于土藩的松藏干部 目的就是加强汉藏的友好交流 使两者相处更为和睦 文成公主不只是带着人去向往西藏的 他还把唐朝先进的文化也带了过去 教当地的百姓如何种植中原地区的植物 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 西藏也变得更加的繁荣 而布达拉宫是松藏干部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修建而成的 其代表着西藏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象征着汉藏两地区的友好关系 人们除了对布达拉宫感到好奇以外 对这里的厕所也是如此 为何能做到这么久不用清理呢 布达拉宫的厕所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厕所 也没有看起来多么豪华 就是简单的变坑 一直望到变坑下面就能够望到野外 其下面的距离大约有60米 有口高症的人就不建议往下看了 否则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在布达拉宫上厕所时 排泄物其实是直接排到野外的 不论是以前工中的人还是游客的分别 都是从这里直线落下的 最终到达山后 再加上厕所所处的位置也很高 而且建立在了高山上 因此厕所旁边也会很干净 高山上刮的都是大风 就算有气味也一下子就被吹走 消散了 所以不存在厕所臭气熏天的问题 即使如此 粪便若一直堆积在山后 会不会造成污染呢 有人关心 可能有人住在排泄物掉落的山下 就算山上的人闻不到 山下人们的鼻子也可能要遭殃了 这也要感谢西藏的大风 并且该地的气候十分干燥 粪便在落下以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大风吹干 所以不会产生什么气味 而且那些风干以后的粪便 就会变成肥料或者和泥土化为一体 有的还会为鸟类和其他动物的食物 因此也不可能一直堆积着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 布达拉宫的厕所不清理 也不会对环境带来多大的破坏 并且布达拉宫最初的建设者 也没有把大量的心思挂在厕所上 这也是没有必要做的事情 你还对西藏哪些景区感兴趣呢